五倍的獎賞 捐得樂意的人是上帝所喜愛的 哥林多後書九章七節 提摩泰是一個七歲的男孩子 他非常之喜歡玩leggo職務 他可以用幾個小時 很有耐心的砌出不同的leggo模型 而且他喜歡用leggo職務 發明和創造各種各樣新的東西 雖然他只有兩套leggo職務 一套是爸爸媽媽送給他的生日禮物 另一套是同學送給他的畢業禮物 不過他還是很喜歡把所有的職務混在一起 砌出各種各樣的汽車、輪船、飛機和建築物 有一天他看到一款新推出的leggo職務 非常非常之喜歡 而且他很想要一套 提摩泰就跟他媽媽這樣說 如果我都可以有這套leggo職務 裡面有很多很特別的小leggo 我相信我一定可以發明和砌出幾乎所有的東西 媽媽就跟提摩泰這樣說 提摩泰你可以自己試試儲錢買 提摩泰就開始逐一點逐一點錢 逐一點逐一點錢這樣儲錢 但是他知道這套玩具很貴 買一套這麼簡單的leggo玩具就需要用到這麼多錢 令到他非常之不開心 後來有一天他家裡來了一位朋友 而且給了提摩泰50元美金 加上他已經存到的錢 剛剛好夠錢買一套leggo職務 提摩泰非常之開心 他第一件事就想到要去買玩具 第二件事就想起上個安息日 牧師曾經在教會裡面說 我們教會有一種特別的奉獻 就是幫助非洲的事工 雖然提摩泰他很想買那件leggo的玩具 但是他也有一種很想要捐錢給教會的衝動 接下來的安息日 他將自己得到的錢帶回教會 而想將所有的錢放入捐獻欄裡面 提摩泰的媽媽非常之驚訝 因為他知道提摩泰很想很想很想要那套leggo的職務 他也知道靠著提摩泰自己很難儲錢買那件玩具 兩天之後提摩泰媽媽的同事 有一位阿姨就問提摩泰媽媽想不想給那些玩具提摩泰 那位阿姨的孫已經長大了 他決定把所有的玩具都送給人 你猜一下裡面的玩具有什麼 裡面有非常非常之大滿滿的一袋leggo的職務 當我為阿姨把袋交給提摩泰媽媽的時候就說 我的孫子把這些玩具留了很久 現在已經長大了 不會再玩這些玩具 所以想把這些玩具送給人 我想裡面應該有超過10套leggo的職務